父亲 此次一战即攻下了白马要寨 足以可见西凉兵徒有须名 父亲何不乘胜追击 拿下虎牢关 直接进入京师洛雅 只要我军率先进入 父亲就是守宫 我儿壮志可佳呀 现在 我军孤军深入数百里 已经远离了盟军大营 袁绍答应的粮草和援军 却一直不到 末将建议 我军先做休整 待袁绍大军抵达之后 再共同进攻虎牢关 班将军言之有理 不过 等袁绍援兵抵达后 我军仍然要承担 先锋重任 因为此次绞贼 共有十八九路诸侯彼此争雄 他们谁不想建功立业啊 谁不想率先攻入洛阳 一求天子封赏啊 所以我江东子弟 一定要为天下先 一定要为天下先 在剿灭董卓之义中 壮大实力 争得称实 一定日后发展 走 兵主公 董卓来使修建 董卓使者 你爸 听听他说什么吧 诺 好 在下 尝试李如 拜见孙将军 李如啊 来此何一 是 在下 特来给孙将军道贺的 贺什么 和我一战功成 打败了你们西梁军吗 这只是其中之一贺 这二贺嘛 孙将军你更有可贺之处啊 喜儿光丁 呃 董相 有一爱女 念当花季 尚未吉吉 孙将军你有一爱子 名叫孙全 呃 董相素来敬佩将军 想将爱女 嫁于孙将军之子 结为儿女庆家 共图大业呀 呃 嫁给我哪个儿子 呃 呃 孙全 董相还说了 如果将军有美意 向国立可承报天子 受孙将军你 为朝廷大司马 位居三公啊 而且 而且 让孙将军你 领荆州刺史 统领荆州九郡 所有的城池啊 制造好 威风 你啊 威风 Pass 儿啊 董卓派人来给你提亲 他就是孙权 世人传闻 孙权是文武超群 智勇双全 他 他怎么还是个娃娃呀 我儿个个智勇双全 文武超群 不信咱可以问问他 儿啊 来 爹 问问你啊 这位使者 为什么要给你送个媳妇啊 董卓被我爹爹打怕了 所以才让我做他的女婿 这样爹爹就变成了他的奴才 爹 这件事你可万万不能答应他呀 听见了吗 连我九岁的孩子 都能看出董卓的祸心 这等离间计还能瞒得过天下人吗 在下誓言 在下 告罪 例如啊 滚回去 告诉董卓 叫他洗干净脖子 呀 让我评计 到你那些是 我 你 我 我 你 我